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木頭紋路的畫法 然後結合自製粉雕雕出土耳其石 那我們先介紹木頭紋要用到的顏色 首先第一個顏色是比較淺的淺褐色 褐色跟深咖啡色 好的那底色的部分呢淺褐色我們先已經上了兩層 接下來就是要進行到彩繪的部分 首先我會用之前介紹過的愛登堡M2的彩繪筆比較粗一點 那先沾取褐色的部分先來畫第一層的木頭紋 那木頭紋之前我已經有上網先大致上看過石木的紋路 所以現在再畫起來會比較快速一點 那大家如果之後要嘗試比較不同的紋路的話呢 也可以建議先上網查一下 有喜歡的紋路呢就可以把它作為參考 來使用 那像木頭的部分我們 比較多可以看到它就是類似像有點黏輪的部分 那筆觸呢其實也可以不用每一筆的深淺都一樣 因為木頭是一個比較自然的紋路 那它有時候深淺呢其實也不會有一定的規則 所以其實只要懂得掌握它紋路的分布之後 我覺得畫起來的速度其實是可以很快的 那因為淺核這個部分主要會是比較大範圍的 所以就不用太仔細的去畫 那只要差不多你的紋路分布覺得OK了 就可以準備照光硬化的動作囉 好的那剛剛第二層 第二層褐色的部分已經照光硬化完成了 接著我們就要使用深咖啡色的部分 來描繪更細緻的木頭紋路 所以這邊呢我會使用 一樣愛登堡的M0 來做更細部的彩繪 這個部分大致上就跟剛剛 第二層畫的可以差不多重疊 但是不用一樣的寬度 那可以保留一點深淺的紋路在上面 位置上呢就大致上照著剛剛的紋路去進行 不過偶爾可以穿插一點不同的位置 那像我自己畫的話其實 我都會以縱向的方式去畫 那你也可以設定如果說 你的木頭紋路是橫向的話 你的筆觸呢就盡量都是以橫向為主 那這邊呢我們可以稍稍的增加一點 一樣在這邊的部分 筆觸跟顏料多掛可以不用太統一 然後就可以製造出比較多的深淺 那像我觀察過的木頭紋 那像我觀察過的木頭紋 可能有些地方是比較偏向純粹的直線條 然後某些部分才會有類似這種年輪的效果 所以這個部分也提供大家在畫木頭紋的時候 作為一個參考的依據 那我們就也可以加重一些 剛剛我們在第二層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的筆觸 檢查過後差不多 OK 就可以進行照光陰化的動作囉 好的那剛剛的木頭紋路的部分呢 已經照光陰化完成 那我們就可以暫時先擱置在一旁 然後我們要來準備自製的3D膠 來雕我們頂一下土耳其石頭的部分 那首先呢我先已經準備好了土耳其綠的色膠 接下來呢就是會需要你準備3D粉雕用到的水晶粉的部分 那大致上呢水晶粉跟色膠的比例大致是在1比1或是色膠2水晶粉1的狀態 那如果你剛開始還不習慣的話就可以 就是少量的慢慢增加 然後去混合一下你的色膠看看它的狀況 那你覺得濃稠度差不多的時候呢 待會就可以拿來做粉雕的動作 那大致上呢就大概像我現在這個程度是可以結成塊的程度 然後就可以拿來做3D膠了 好的那我們現在要準備雕塗了 其實的3D膠我們也已經調製好了 接著呢我會準備一杯 裝有凝膠輕筆液的杯子 那等一下會做方便粉雕的時候 筆比較不會跟我們自製的3D膠混到或造成很難塑形的狀況發生 那筆的部分呢 因為我這支筆已經有一點分岔 不過還是可以用啦 我是都拿來做粉雕的時候使用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沾取 我們想要的粉雕 然後大致上我會上在這個位置 主要是先放上去之後你會看到 筆很容易跟3D膠的部分做混合 造成我等一下在推拉那個膠的時候 會有殘膠一直在筆上的關係 所以我先用紙巾擦掉之後 沾取一點凝膠輕筆液 那之後在雕的時候呢 就比較不會跟色膠混在一起的狀況 那今天我們 比較要提倡的是自然 石頭的感覺 所以規 就是形狀的部分就沒有太多的規定 那你可以有一點 凹凸不平的感覺 也是沒有關係的 就看自己心情可以 隨意雕塑他的形狀 那大致上有一點石頭的感覺之後呢 我們就一樣可以照光完成硬化的動作 好的那接下來要進行照光的動作 好的那石頭的部分剛剛已經照光硬化完成了 那其實在這邊要跟大家建議一下 如果說大家要跟我一樣雕這麼厚的話呢 其實建議還是分兩層去上堆疊他的形狀 然後這樣子的話裡面的部分才會比較容易全部都照光硬化完成 那今天因為要示範然後節省時間 所以就是在這個部分就只上一層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用一樣M0的筆呢 來沾取黑色的凝膠 那我們要來繪製圖其實上面紋路的部分 那這邊主要其實紋路不用太刻意 只要有點隨性的筆觸就好 那你可以隨意的拉 那有深有淺然後線條有出有細 記得旁邊的部分也不能忽略到喔 好的那大致上紋路這個線條拉得差不多之後 我們一樣就可以進行照光硬化動作 那剛剛在雕完土耳其石並畫上紋路之後呢 我有已經先將鑽石的部分貼上 並用一般的上層先將所有部分都上過一遍 那照光硬化 最後呢因為我覺得木頭的紋路其實 它的表面是有一些凹凸不平的 所以呢今天在這邊呢 我們用到之前有介紹過的皮革頂膠 然後來增加木頭紋它的紋路的部分 那記得要使用皮革頂膠之前一定要先攪拌過 讓它的顆粒可以均勻分布 然後再來就一定要使用到就是要淘汰掉的筆 因為它的顆粒比較會傷到筆 所以盡量都是用舊的筆來做塗布 這樣子比較不會耗損到你現有的筆 好的那我們就是沾取一點皮革頂膠部分之後呢 就可以有一點濕有壓力的部分 然後均勻的塗抹在我們木頭紋路的表面上 我自己是習慣用第一次型的刷法 這樣它紋路會比較明顯 那顆粒呢也會因為散布不均感覺比較自然 那在塗皮革頂膠的時候就是沒有什麼太多技巧 只要就是避開鑽石跟石頭的部分就好 好 那大致上的感覺就是這樣 之後呢我們就一樣就是做照光硬化動作 好的 那在剛剛上完皮革頂膠之後呢 我們就進行照光硬化動作 最後再用海綿來將皮革頂膠上面的殘膠做擦除的動作 就可以完成我們這一次 木頭紋路加粉雕圖爾其實的款式了 好的 那其實這個做法應用繪了之後呢 就可以配其他顏色做其他款式的搭配 那在這邊呢我剛剛也用了一樣的手法 那做了比較 顏色比較淡的木頭紋 那這邊 比較特別的方式是我 沒有使用皮革頂膠 而是用一般的霧面頂膠來做另外一種的感覺 那其實兩種風格都還蠻特別的 一個是比較接近原木的樣式 那另一個很像是已經 就是進行處理過的木頭紋路 那在這邊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之後有新的才會還會繼續發文做教學喔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再見 掰掰